8月2日是风之爱子Lukas的四岁生日 张博之一早向剧组请假返岗 提前一天为Lukas与阳明山庄寓所举行庆生派对 半拜传媒到寓所外守候 大约早上11时左右 谢霆锋抵达阳明山庄 博之弟弟及母亲亦有到访 其后Eric Cook、Rick Chin亦相继到达 晚上八时多 博之母亲先行离开 而亭丰父子共聚十多个小时 只是晚上11时左右 亭丰架着墨镜 由两男一女的律师团陪同下 乘坐奇人坐驾离开阳明山庄 估计是商讨离婚事宜 记者问到他与儿子玩乐是否开心 他只抱以微笑 没有做任何回应